俗称RU486的堕胎药美孚培童 在美国受到广泛的使用已经长达23年了 却在上周五遭到德州保守派法官裁决禁用 而在同一天华府的另一名联邦法官则做出相反的决定 现在基于两项裁决的冲突 美国司法部最终可能将案件提交到最高法院来裁夺 而另外近年来不少美国医院也接连的关闭 经济人力以及堕胎禁令都是因素 让部分孕妇生产变得更加艰辛跟危险 美国最高法院在去年推翻保障女性多胎权的罗素韦德案后 如今保守派又再有新动作 上周五由川普提名的保守派德州地区联邦法官马里克宣布 美国FDA应该暂停批准多胎药美孚陪同 宣称当年没有充分审查药物的安全 也没有考虑到服药后女性需要承受的压力以及创伤 这项裁决在七天内不会生效 以便联邦政府有时间上诉 但最终有可能会让妇女不止在反堕胎的州 就连堕胎合法的州也将更难取得药物 俗称RU486的口服堕胎药美孚陪同 早在2000年就被FDA认定安全而且有效 在美国受到广泛使用 涉及全美超过一半的堕胎 白宫表示将对抗到底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也已经公开反对这项裁决 然而就在同一天 华盛顿中林明联邦法官却做出相反裁决 命令联邦政府允许1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 继续提供这款堕胎药 目前司法部和制邀商已提出上诉 现在争议可能交由最高法院定夺 美国女性堕胎权严重倒退 更糟的是孕妇生产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危险 近年来不少医院选择关闭代产与分娩中心 这名住在爱达河州邦纳郡的女性是六个孩子的妈 现在怀有第七胎 胎儿已经五个月大了 不过一旦离家最近的医院产科关门 代表最快也要开45分钟才有医院生产 但不止这里几乎全美都面临产妇临盆 却没人接身的窘境 根据CNN报导自2011年以来 美国已经有217家医院关闭产科 缺工经费不足以外 各州堕胎禁令也有影响 像是这名妇科医生 就选择从田纳西州搬到丹佛工作 因为继续为当地妇女提供堕胎 有可能面临重罪指控 虽然抛下病患让她感到愧疚 却也别无选择 美国堕胎权益受到更多线缩 也让更多女性无端受害 TVB的新闻总和报道